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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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的企业 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讲 是从欧洲起来的 开创新代科学技术的这些人 基本上都是在欧洲 中国合作在发展的 因为这个空间非常大 欧洲的大多数国家 都表达了他们跟中国进行持续 进行交流 他们愿望是这样的 我们也有这样的愿望 我们也有一个企业 他就问我们有没有可能 他这个技术想在中国找到市场 法国使馆也说 能不能送一些年轻人给你忙 我们国家就不但地找到科学技术 然后呢我们也不但地找到创新 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些因素 集合起来 很容易就是你想到 我们能不能在一起做个平台 做个创新创新 一开始你想象不到的一个事实出发 然后利用数学去建立数学模型 然后在数学模型的基础上也去做一些推导 这个是我一想描述的 在创新这一块 还知道我们中国的人情的学习 因为我们的心理 就是在中国的学习 在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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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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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国家的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 其决定性的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